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的呼唤 帮助茶完成了最后一次灭盘 而这段不平凡的生命历程 在喝茶人端起茶杯的那一刻得以圆满 茶因此被视为灵魂的饮料 它本是一片树叶 最初与人类相遇时 它被当作一位解毒的药方 几千年前 它经由中国人的双手 变了一道可口的饮品 它步入了唐朝诗人的殿堂 它成为游牧民族的生命之音 它藏进僧侣的行囊 与佛法一起东渡日本 并在那里上升为一种生活的信仰 它登上大航海时代的货船 与瓷器丝绸一道 满足着欧洲人对东方古国的想象 它丰富了英国文化中最精致优雅的礼仪 并跟随日国落帝国的脚步 在世界各地生根 它走过漫长的旅程 生命已经枯萎 重生 绽放 或许 只是为了提醒匆忙行走的人们 在明知不完美的生命中 也可以感受到完美 哪怕 只有一杯茶的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